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一边涌叹着初凉的天气 寂静的山中传来松子落地的声音 要想你应该也还未入睡吧 这是一首怀人诗 前半部分写自己 后半部分写朋友 也就是诗人所怀念之人 雨淡情浓 眼短一身 古朴雅致 安闲甜淡 首句《怀君暑秋夜》 点名是《秋天的夜晚》 此句《散步永良天》 承接自然紧扣上句 散步是与怀君相照应的 良天是与秋夜相契合的 这两句都是写实 写出了作者因怀人 而在凉秋之夜徘徊沉吟的情景 接下来 作者的思绪 已经飞驰到了远方 想象所怀念之人 在此时比地的状况 空山松子落 摇成秋夜凉天 从眼前的凉秋之夜 推向有人所处山中 今夜的秋色 第四句 忧人应未眠 则摇成怀君散步 是从自己正在怀念有人 台怀不昧 推向对方应也未眠 这两句出于想象 既是从前两句生发 而又是前两句诗情的深话 整首诗虚实结合 表达了异地相似的深情 现代的电影艺术 有时采用叠影手法 来处理回忆与遥想的镜头 有时使荧幕上 映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画面 使观众同时看到两个 或两个以上的空间和时间里 出现的不同场景 这首诗运用的手法 正与此相同 使读者在一首诗中 看到两个空间 既看到怀人之人 也看到被怀之人 既看到作者身边之景 也看到作者遥想之景 故人虽远在天涯 而相思却近在咫尺